女騎士騎重機超微風 重機已經不再是男生專利 不過女生身形通常比較嬌小 相比騎乘主流重機 現在還有另一種小檔車成為首選 其實在摩托車上面差個一兩公分 對女生來說落差就會很大 主流重機跟小檔車擺在一起 大小差很大 以小檔車來說 158公分身高的女生 簡單跨坐就能上車 兩腳都還可以簡單著地 小檔車其實普遍它的重量 就是在100出頭 對相對於大型重機少說 快200公斤300公斤來說 非常非常的輕 對高度也蠻低的 對甚至說你150幾公分的人 他去跨這個小檔車 都非常輕鬆沒有壓力 小檔車操作簡單 實際騎上路跟普通摩托車 落差不大 跟主流重機比一比 重量相差將近二分之一 小檔車要拉離合器 操作也相對容易 以一般主流重機來說 紅黃排通常超過250CC 小檔車則為白排CC數 都在110到125之間 但有些道路規則要注意 比照法規上面普通中心 對 除了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以外 大部分的路都可以用 對 那也是要在部分路段 要做代轉 現在還有不少小檔車外型可愛 還充滿濃濃 復古味 生活女性重機族喜愛 只是要比可愛還有這一種 很濃郁耶 小心越野摩托車 25公斤的孩童也能騎乘 只要轉動油門 就能簡單讓車子前進的 自排引擎 小孩子操作也相當容易 每個人體態不同 選擇適合自己的車型 來騎乘也相對重要 三葉新聞周冠宇 以上邦明 台北採訪